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笑噴 一個調查結果讓中共崩潰 人們竟然都這樣說 以軍趁停火前猛攻 往加沙地道灌海水 還獵殺哈馬斯指揮官 孫女發高燒 胡錫進呼籲預防 被逢 打到自己才知道疼 郭台銘宣布退選 柯文哲副手是財法女 侯友宜宣親共名罪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24日星期五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笑噴 一個調查結果讓中共崩潰 人們竟然都這樣說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23日 有人在X上發出中共一大召開時的現場模擬畫像 並做了一個簡單的調查 如果時光倒流 你正好穿越到這個時間點 正好看到這群人在開會 你會怎麼做 網友們的留言令人笑噴 一位網友說 我會趕緊走線去美國 既然改變不了人民的歷史 那就改變自己的歷史 隨即有人回覆說 你本來可以找國民黨滅掉他們 為什麼要走線 哎 還有人說 這圖不對 何舒航早輩代表們一致通過決議趕回老家去了 張國燕回憶錄有記載 另一位也說 肯定不對 毛都上不了桌 一些網友認為應該舉報 有人說 境外反華勢力集會必須立即舉報 太簡單了 讓巡捕全部抓了 更多的網友持以下觀點 一位網友說 幹掉他們 這簡簡單單的四個字獲得了數百個點贊 還有一些網友表示 要麼扔進去一顆炸彈 關門 放狗 都吐吐了 一個炸藥包 加特林掃射 呼叫MQ-9 抱上坐標 來一發熱的 呼叫海馬斯火炮 一鍋會了 滿圓春色關不住 一顆炮彈飛過來 也有網友提出一個關鍵問題 他問 左邊有兩個外國人是誰 這兩個人是荷蘭人馬林和俄國人尼克爾斯基 他們是奉俄共之命 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 專程到中國從事顛覆中國合法政權 中華民國 屬於真正的境外反華勢力 共產國際成立於1919年 是俄共領導下 以顛覆俄國以外各國政權為直接目標 為俄共服務的工具 這些留言反映出 中共面臨的最大危機 其意識形態已經徹底破產 2012年 一段非常火爆的相聲 新聞晚知道被中共封殺 裡面有這樣一個片段 中央決定拿出一億 安排4萬名局級幹部重走長征路 消息一經披露 引起網民熱議 人民群眾紛紛表示 不要任何報仇 自願扮演國軍 他們還表示 絕對不讓一個貪官污吏活著到達山北 乙軍趁停火前猛攻 往加沙地道灌海水 還列殺哈馬斯指揮官 X帳號 周恩帳 SV昨日報導 在停火之前 以色列打開閘門 開始向一些地道裡灌海水 並派兵守住地道的出口 打住了一些哈馬斯恐怖分子 據悉 22日當天 以色列政府終於對外宣布 已經於當天凌晨批准了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 哈馬斯的臨時停火協議 以色列暫停對加沙地帶的空中和地面行動4天 哈馬斯則應當釋放俘虜的人質 以色列承諾可以延長停火期限 這是以巴衝突升級後 雙方首次停火 不過 以色列總理內坦尼亞胡表示 他們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停戰 未來以色列將繼續主動發起攻勢 直到達成最後目標為止 燦停火方案實施前 以色列國防軍在聲明中指出 過去24小時內 以色列國防軍共對哈馬斯目標實施了300多次空襲 包括軍事指揮中心 恐怖分子地下隧道 武器庫 武器生產區和反坦克導彈發射點 以色列國家安全顧問哈內格比22日深夜發表聲明稱 關於人質釋放的談判正在持續進行並取得進展 但釋放行動將不會今日之前進行 哈內格比並未說明推遲的原因 在以色列官員發表聲明前 以總統仍然表示 可以停戰 X帳號Mani Fabian 今日報導 以色列國防軍金表示 今天在加沙走廊的空襲中 消滅了哈馬斯的一名海軍指揮官汉尤尼斯 據稱 阿馬爾·阿布·賈拉拉與另一名哈馬斯海軍成員一起被殺 孫女發高燒 胡錫進呼籲預防 被諷 打到自己才知道疼 被諷為胡叼盤的胡錫進11月22日發微博稱 她外孫女燒到了40.6攝氏度 過去沒燒過這麼高 她還透露 各大醫院的兒科全都擠爆了 帶孩子去醫院 晚上掛號 凌晨才看上病 那樣的滋味經歷了才知有多難受 胡錫進還稱 呼籲社會上還是要重視這波流行病 適度搞一些預防工作 結果招來網友的紛紛嘲諷 板子不是打在自己身上 是不知道疼的 只要不是死了自家人 也是可以康他人之楷的 真扯到自己身上來了 是寬佑也沒有了 慈悲也沒有了 是不是很好笑 還有人稱 老胡為什麼急了 原來老胡的外孫女發燒到40.6度了 能決定老胡發言態度的 永遠是觸及老胡的利益 齊強平時 事不關計就高談闊論 到字解了 馬上調準炮口 胡錫進為給中共宣傳政策洗地 不斷地隨著中共的政策變換立場 被諷刺是叼盤手 郭台銘宣布退選 柯文哲副手是財法女 侯友宜選親共名罪 阿波羅網網獨若報導 臺灣總統選舉藍白河破局 民主黨主席柯文哲24日公布副手搭檔 新光大公主吳新營 消息震撼各界 一平新聞報導 從吳新營擔任不分區立委的政治熱忱 與過往發言 不難感受她的企圖心 吳新營家族是知名的新光集團創始家族 涵蓋多個領域 吳東進曾掌控新光金控與新光醫院 但最近 董事監視改選使得吳東亮失去了對新光金控的控制權 吳東進的資產約為300億台幣 以家族背景來看 使得吳新營成為有史以來最富有的副總統候選人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24日正式宣布副手為中廣董事長趙少康 趙少康是著名親共名罪 在公布人選前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於國民黨中場會中再次炮轟民眾黨總統候選人 柯文哲稱他和侯友宜備受屈辱仍換不回真心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24日正式發布退選聲明 他表示 成大事者不計悔譽 郭台銘或許可以被人遺忘 但為中華民國的未來 選擇成全已是他能夠奉獻給顧香全部的愛 並喊出完成政權輪替 改變台灣 人退治不退 Stop Reset Restart 一定要贏 好嗎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我們在《乾淨世界》